在台湾 警管文化部为了避免冲突 紧急宣布中正纪念堂在228修管一天 但是独派自由台湾党和统派的统一促进党 还是在自由广场前狭路相逢 双方互扯旗帜 拉人推挤 尽管警方派出大约200名警力在现场戒备 企图分开反奖和停奖的团体 但是双方化整为零桌队厮杀 让警方疲于分明 在独派自由台湾党抵达之前 独派团体已经先行把降半旗的国旗 以跌落汗解开绳结 自行升起国旗 至于后一步到达的独派自由台湾党 带着旗队赴自由广场旗接 由于无缘接近蒋介石同向 也只能就地发表声明 自由台湾党主席蔡丁贵表示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宣布 蒋介石是恶发民主大屠杀的元凶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求蔡英文政权 要直接以行政命令 指挥各级部会 各级政府立即拆除元凶的同向 除了在中正纪念堂外 凌晨零点左右 辅大在学生会副会长陈提政 和副议长罗伊德带领下 十多名学生从网络里买来的发电机和沙轮机 聚集在蒋介石同向前 先是锯断同向拐杖后又继续锯角 整个过程全程直播 福大校方保全立即报警处理 学生认为警察不应该进入校园 双方爆发推起冲突 警方强制制服动手拆同向的 两名福大学生和校外的 一男一女共四人 随后被移送地检署征讯 最后四人请回 福大学生会副会长陈其政 已经暂时遭校方停权 不过他说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 我们希望这个同向我们可以把它锯倒 我们可以把它完全地拉倒 我们希望从以前的喷漆到锯头 到现在是完全地消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因为这就是一种威权崇拜 福大发表声明表示 校方尊重学生各种立场以及言论自由 但不容许校内外人士非法破坏学校公务 尊重警方移送检方侦办 校方未来也将成立同向处理委员会 讨论相关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당연inity 谢谢准备 值得